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9号星期一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那台股今天的行情走势呢 这个指数的部分 上市虽然没有什么跌 不过贵买中心的部分跌了1.68% 跌幅相对比较重 那下跌股票加速呢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投资朋友 心情一定是不太好的 那我跟大家报告 在这里 如果说你想要反败为胜的话 或者是你对于这个行情 觉得未来有没有机会 你可以详细的把我这集影片把它看完 那一开始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过去的数字跟未来的机会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投资朋友都会用过去的数字 在股市里面做投资 那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股票的布局 我也不会演的 我最近带会有没有布局的一些股票 今天这个行情震荡 我们会员的持股也是形成套牢 但是差别是什么 一样是套牢 我带会我们朋友的一个股票的一个产业 目前是向上的 我们是买5G跟电动车 而且是低档布局 所以这些股票的位阶 我们并不是去追所谓高高的股票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过去的数字 不代表未来的机会 如果说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在2月27号 礼拜三我跟大家讲国具 在这里会员朋友在2月20号礼拜三的晚上 问我关于国具什么价位适合去做调整 那我们当时跟大家澄清 我们没有带会没有买国具 因为被动元件这个行情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3月到5月份就已经做完了 那这一波拉回我们没有买 那同时在3月7号影片我也提醒观众 你不要去买到今年不会成长的产业 国具的去年EPS很高配息也非常高 所以很多人在跟你讲 在这里的国具本益比很低 其实你要用本益比 你要去找一个是向上成长的产业 国具今年赚的钱不会比比去年的数字还要来的多 所以假设它不是成长的产业 不管它本益比多低 你都不适合去买这样的公司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提醒这个会员朋友 当天的高点就是适合去做调整的高点 2月20号当时的高点是384 后面都有突破到384可以去做调整持股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得到国具现在的走势 今天是收盘是跌破了这个长红棒的低点 那最近还是很多人跟你推荐这个族群性 不过我从3月7号节目就跟大家讲 并不是要去落井下石 那你现在有一些股票套牢跌很深 今天震荡很大 我相信你的心理是很难受的 那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肩膀 你需要的是一个靠山 老师就当你的肩膀跟靠山 我们投资组合的股票在今天也都呈现拉回 有些股票的价位其实相对是不错的 如果你想换股想要调整的 你可以把我们的影片 把它看完 或者是跟上我们的脚步 3105的文贸 是在这周的假日 非常多人来询问老师的一档股票 那假设你有询问的 你今天有接电话的 关于文贸我们都有回复给你 今天早盘是适合去扛股票吗 那今天是收在最高点 那关于文贸的部分 我们在影音的后段也会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呢 我们在4月13号周六的影片 就跟大家报告 在这个地方行情越上去 你的资金要去做减码 而且我也这么待会没有做 因为接下来的操作必须要 档数减少集中操作 而且你要去锁定低估的成长股 因为这个市场上呢 大家都没有信心 而且都做的很短线 那投资朋友你也得到验证了 周六有录影片 如果说你有订阅我频道的 你一定有看到这期影片 在这个圈圈的位置 我们4月13号录制的影片 在这个圈圈的位置 我们都有提醒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减码动作 而且你一定要把档数据做降低 假日录影片有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不论从油价跟铜价 其实对多方还是有利的 那SNP500在今天 我们录影音的这个地方 都还是呈现创高的 创高来讲的话 它也没有跌破月线 上市的大盘也没有跌破月线 不过贵买OTC是跌破月线的 所以问题还是在于 个股操作上面 那这个筹码面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更新下最新的数据 近月跟全部月的选择权 今天做震荡 但是选择权水位反而是上升 期货的多单 特定法人目前维持在2万多口 所以这些法人他并没有去做避险 但是单纯是在内资的部分 是非常没有信心 都在选择卖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这些数据包括盘氏 如果说你有订阅我频道的 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所以还没有订阅关注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立即在YouTube下方在这里 点选订阅 同时点选闹钟 你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同时也帮我按赞按分享 给老师做一些鼓励 4月13号提醒观众以来 我们提到要降低档数跟集中操作 那陆续呢 我也是这么带会没有去做的 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达麦卖掉 没有赚钱 什么时候带会没有买了 3月25号59到59.5这之间 59到60块这之间都行 会没有去做布局 后面有创高 我们认为当时达麦有机会 不过叠下来之后筹码乱掉 我们该带会没有做调整 就去做调整 那在这个位置 4月11号前会没有59.2以上去做卖出 我节目上跟大家公开过了 那你可以看到 卖掉是不是正确的 该降档数就要降档数 很多投顾老师带会没有去买进股票 但是不会带会没有去做出场 我们这个团队绝对是会带进带出的 那4月18号陆续调整一些股票 6269台均 102.5以上 建议会没有获利一半持股 移动停利手96块钱 那3月25号待会没有去做布局的 89块以下去做布局 所以在周六的影片 我们是跟大家讲 在这个地方减码一半 会员朋友是买在这个位置 89块以下 上周五 他已经跌破了96块钱 所以节目上有跟大家讲 我们这档股票在礼拜五 已经获利出清了 那台俊的部分 今天是继续性下跌 合适的话 我们就会去做接回的动作 台俊我们一样是没有看坏的 不过筹码面是需要做观察的 所以持有台俊的可以来找我们 那8358的金区 在4月19号节目也跟大家讲 在这里我们也请会员朋友 获利出场金区这段股票 这里买了这个地方去做卖出 一段时间 投资朋友 你看节目的 你都有充裕时间 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调整 我们整个大数据的条件告诉我们 现在就是要降低档数 所以这是在公开节目 跟大家去做报告的 包括8069的元太 4月10号跟大家做公开的 会员朋友4月1号 这个地方去做买进 4月8号加码 9号喷出 10号继续性的创高 19号的节目也跟大家讲 元太这段股票 我们也请会员朋友去做出场的 当天是收盘新高 你看节目去买的 你都有机会去做调整的动作 那元太的部分今天也跌破了月线 这股票我们也是会考虑去做接回的动作 所以你有考虑要去操作这些公司的 你都可以跟上我们 因为他的目标价我们会也很清楚 包括2月中旬 待会没有布局的一些股票 都陆续跟大家讲了 包括创意 或者是2345的字帮 以及茂连这些公司 节目上都陆续跟大家讲 这些股票已经做卖出动作 我们也都没有卖最高 包括创意的部分 今天也打回来 这些公司都是在我们投资组合里面的股票 操作区间目标价会员很清楚 2月中旬99.5这个地方去买资帮 后续拉高上来 我们也没有卖最高 茂连的部分 也是在2月中旬去做布局的 这个地方也有请会员们去做买进 在这个位置跌破月线 4月12号当天我跟大家讲 请会员们去做获利了结 Course在这里 210块以上获利了结持股 你可以对时对价 发完信息10分钟的时间都有在221以上 会员朋友可以顺利把这档股票去做出场的动作 卖出之后这档股票也是呈现整理 那这些公司我们一样没有看坏 这些公司你有兴趣操作的 你都可以跟上我们 那陆续跟大家验证一些公司 4月16号跟大家讲基督会员朋友是胜三档持股 胜达科是其中一档 当天是今年的收盘新高 我请会员朋友设定移动停力 19号礼拜五他继续性的攻击 所以我们这档股票布局 即便等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来股市操作 重要就是大赚 绝对不是来赚3.5%的 会员朋友布局在78到82这之间 等了一段时间开始向上攻击 22号这档股票已经突破了百元 已经赚快三成了 那当天是工上涨停板 收盘是105 那关于目标价 我就跟大家讲了 你有这档股票的一定要来找我们 上个周四 4月15号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我们目前 一样都一张是未卖 移动停力 守这个99.5这个位置 今天收盘是跌破99.5 所以我们会员朋友 这档股票也是获利出新 也没有卖最高 因为受盘式影响 所以操作股票重要的是 不能够去预设立场 你设一个移动停力 它如果可以持续性的上涨 那你当然就是去赚最美好的那一段 那如果跌破了 那我们就依照纪律性 去做一个调整跟出场的动作 那有些股票我们是继续留着的 这档华兴立华集团 禁止41.6 5469的汉宇波 在4月19号节目当天 跟你做公开的 会员朋友移动停力设定在30块钱 那因为它低于禁止 所以我认为这家公司 它目前没有太大的风险 操作讯号在这个位置 在4月12号系统出现一个转强的讯号 12号出现讯号 13号在周六 跟大家去做邀请这档股票 股价二字头 目标四字头 第二棒 集团价值 价值是低估 这档股票呢 它就是华兴立华集团的股票 而且价值性 确实被低估了 会员朋友布局在这个位置 28.65 这个地方 都有做穿架 跟大家做公开验证了 周五的旁后 他公告了第一季的营收获利 获利是赚0.75元 一家赚钱的公司 它低于禁止 所以我认为它的风险不太大 那受盘氏的影响 它今年有做震荡 不过最后是收红的 这档股票我们还没有出 所以你持有汉与博德 你也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投资朋友 包括我的忠实粉丝 你要相信科技 你要相信我们的大数据分析 以及演算的系统 如何操作才是关键 而不是看盘后这些股票你去拆 那你盘中去乱做 追高杀低 是不会赚钱的 这个是我们前满营的系统 1597的值得 假设你是我会员 在盘中会员专区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公司 在靠近12点的一个数据 1597值得 股价在100块附近 还没有大涨 4月23号值得 一样是出现在这份清单里面 当时股价在102块钱 在24号 当天他就攻上涨0板 所以很多人在涨停板的时候 跟你讲值得 但是你有办法在涨停板之前 就先知道值得 这个都是透过工具 所以我目前就是用我们前满营系统 在带领我们的会员 基本面是向上的公司 这样来讲 你的操作胜率才能够大大的提高 值得今天也是呈现震荡 创高做震荡 这家公司的目标价在哪个地方 我有放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 所以你想操作值得这张股票的 或者是你持有值得的 你务必要来做个了解 所以提前准备投资组合给会员 我们现在是每周更新 这样的操作 投资朋友 你觉得对于你来讲重不重要 你先把这些股票的操作区间先知道 目标价也知道 你把这些股票 key in在你的手机自选股里面 你想下单 你也不会急急忙忙 那你只有锁定这些成长的公司 你的操作胜率自然也高 所以千万不要看盘中抢什么去追什么 提前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去年整理给会员的投资组合 3037的新兴 细创瑞玉同心店 瑞玉当时股价在130块附近 最近的波段涨幅最高已经来到208这个位置了 所以是不是要领先市场 找出成长向上的产业 5G概念股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看好了 12月份的节目跟大家公开验证 同心店 新兴 细创 瑞玉 这些公司后面表现怎么样 新兴今天呈现重挫 呈现一个拉回 那为什么在20块以下的新兴 没有人告诉你 你要去追在30几块 甚至靠近40块的新兴 那当然这个风险就很高 所以一档股票 它的位阶高跟低 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跟了解 3105的文贸 上周五法说会达到跌停板 它刚好来到周线的一个景线的位置 这是在周六跟大家讲的 那这档股票呢 我的会员朋友都非常的清楚 哪个地方可以买文贸 哪个地方不可以买文贸 这个是在3月30号当时那周更新的 投资组合里面的文贸的价位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股票 我们都跟大家验证过了 2449的金元店 2345的智邦 3105的文贸 6269的台郡 这些公司就是在我们投资组合里面 那你可以详细看一下 3105的文贸 我当时给会员的投资的一个目标 价在哪个地方 就是240块钱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3105的文贸 它最高是来到240.5 这个是在3月底就给会员 这是在4月中旬才创高到240块 所以一档股票外资调高目标价 但是它已经靠近我们的目标价的时候 那投资朋友 你该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些公司的高跟低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 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带你反败为胜 请投资朋友你好好思考清楚 那关于文贸呢 它的未来性如何 在这个地方拉下影线 那它明年成长性 目标价会不会再被上调 这个都是你关心的议题 2449的金元店 目标价30块 是不是也是打正的 这是在4月22号节目就跟大家讲的 隔天你都还有机会去调整你的持股 所以一档股票的股票评价 未接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先加入我们赖的好朋友 接下来股票操作 我们最近邀请的股票 它也是呈现震荡整理的 最能够带你反败为胜的产业 就是在5G跟电动车 如果你认同这样的操作 我们投资组合里面的股票也都呈现拉回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想换股的 你想换到未来有机会的产业 请你把握 因为我们在5月1号开始 我们会全面的调涨价格 那现在加入我们 你可以用旧的方案 加入我们 把股票调整到5G跟电动车 接下来有机会的公司上面 这个才是你接下来 可以反败为胜的方式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这地方的箭头 点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正确的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最新的影音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来电 洽询我们的服务跟我们的操作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您的收看谢谢 谢谢 最后 最后 谢谢大家